这台设备可是台湾学界首创的全外气自然空调机 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置在负压病房跟检疫站 有效避免空气交互感染 现在率先洗手医院要提升医护人员和病患的安全性 这里面我们如果建置负压病房的话 我们把一般的病房 你就类似像窗型冷气机一样 把它装设到这里面来 那它就可以自尽把我们里面的环境把它清净干净 我们会观察紧密观察疫情的变化 假如说万一很不幸的台湾有出现一些破口 或是传染病例数急速增加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考虑就是像一些外国的做法 把一整个病房一般的空的病房 把它紧急改造成负压的环境 这台设备到底有哪一些优势呢 首先它的建置成本低只需要15万到50万元 加上进排气的流道完全分隔 能够避免空气交互感染 还能依据环境需求调整镇压或是负压环境 它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再转成镇压或负压 在负压的部分需要隔离的这些疑似感染的 那么我们需要它在负压的环境里面 避免把我们健康的人感染到 那更重要的在我们健康的人 我们反而是要有一个镇压的环境 让它可以防护这个不好的病毒来给我们侵入 一基一系统还能运用在社区住宅跟防御旅馆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申请多国专利 未来除了全台医疗院所都能比照办理 甚至有望推广到其他国家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秋霞赵婷 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